最新的畫面 來看到 今天凌晨十二點左右 台中石岡區的東勢大橋前 發生了一起死亡車禍 有人輛黑色轎車 他撞上了公車站牌 還撞到了電線桿 整台車嚴重變形 副駕駛座還有後座的兩名乘客 清傷送醫之後沒有大礙 不過七十九年次的駕駛 他卡在駕駛座 警銷花了兩個多小時的時間 使用了破壞器材把人救出 但送醫之後還是宣告不治 還有他的那個中控台 全部都已經都夾駛在他的身體上 所以我們耗駛了蠻久 然後先車頂跟車門 都花費非常時間 而且他那個車體相當的硬 所以最後也是順利的完成 這一次的救援 然後盡速的送醫 在現場可以看到 救護車就等待旁邊 不過駕駛因為卡在駕駛座 動彈不得 整台車也被撞到扭曲變形 玻璃也都碎裂 警商來到現場 是使用了破壞器材等等 把這個車頂給掀開 但由於救城過程 是比較困難的 這個駕駛逐漸入昏迷 救護人員把他救出來的時候 他已經失去了生命跡象 在經過搶救之後 還是傷重不治